女主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没想到见到上帝 竟然被告知死错人了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 妻子小姐 大花看着镜子里吐了巴基的女人 简直是崩溃到了极限 前两天还过着神仙水泡脚的日子 现在居然落魄成这样 这一切还要从她小时候说起 大花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去世了 他也早就想不起来 这个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没过几年 妈妈也嫁喝西去 大花这下谁也依靠不了了 他发誓要发愤图强 走上人生巅峰 几十年过去了 大花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成了一个坐拥大奔的律师 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只要给钱多 啥案子都接 这天大花接到一个 被受社会关注的性侵案 他正是被告人的律师 大花眼睛一戴开始叨叨 女生嘛 这种事传出去多不好听 以后还怎么嫁人 要说大花是真的没良心 利用社会对女性的恶意 逼得被害人答应了和解 大花赢了官司心情不错 开着宝马是一路狂飙 哪成想遇到了个疲劳驾驶的司机 大花连人带车飞了出去 眼睛一闭一睁 这是到了天堂吧 没想到前台的漂亮姐姐 核对完信息一下变了脸 死错人了 她带大花来到一个办公室 捡到了大胡子 这大胡子也不敢说实话 她告诉大花 现在有个起死回生的福利 要不要 还没走上人生巅峰就死了 大花哪能甘心啊 那肯定说要 大胡子继续说 只要她代替另一个人活一个月 就能复活了 其实大胡子没敢说 那个人也被搞错了 早死了一个月 这才有了这个顶包的任务 大花只好同意 眼睛再一闭一睁 就有了电影开头的那一幕 现在的大花是个家庭主妇 老公小帅虽然长得让人冲动 但没啥钱 一儿一女对她也不冷不热的 大花连恋爱也没谈过 更别说结婚生孩子了 但为了能起死回生 只能咬着牙硬上了 客人吃惯了顶级和牛 哪还忍得了涮火锅的小泄流 大花偷偷跑回之前的家里 拿走了一张不限额的黑卡 到了商场就是一通消费 店员看她的穷酸样 签名又和卡对不上 直接报了警 大花也没想到 叱咋风云的她 还能被抓进局子 但实话又不能说 只好咬定卡是别人送的 警察看她这一身便宜货 嘲笑她说 大婶别做白日梦了 照照镜子吧 她还没发火 老公小帅先跟警察刚了起来 关键还说的句句在里 警察听得一愣一愣 不仅放了大花 还跟她道了歉 大花从来没被人这么保护过 第一次对男人动了心 另一边 大花的女儿娜娜正值青春年少 喜欢上了学校里多金帅气的学长 哪成像学长看着人模狗样的 但只是想玩弄一下她而已 要不是娜娜拼命挣脱 后果不堪设想 大花看她遍体鳞伤 带着女儿就要去讨公道 学长这边根本不屑请家长 而是带来了个律师 律师眼睛一带开始叨叨 又是女生不好嫁人的那一套 这简直是男版的大花 而这时 大花终于能体会到 自己当初有多混蛋了 作为孩子的母亲 她说什么也不和解 偷偷录下了律师的话 表示要死磕到底 这态度让女儿对她刮目相看 大花当妈是新手上路 好不容易刚弄明白怎么操作 大胡子出现了 一个月到了 大花可以回去继续享受人生了 好不容易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大花不舍得回去 甚至想以现在的身份继续活下去 但这事儿哪是她说了算呢 大胡子手一挥 大花眼睛一闭一睁 她又是那个有钱的律师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大花也出院了 她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 发现了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大花家的全家福 爸爸的那一边却被折了起来 大花小心翼翼地打开照片 那张脸让她不敢相信 居然是上帝大胡子 她终于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去小帅家里 体验一个月的生活 也明白了爸爸对自己的良苦用心 过了几天 大花打算出去散散心 飞机上她遇到了小帅一家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呀 之后的发展就要看大花的本事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有人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虎将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 报复 可是有钱如大花 还是会渴望家庭的温暖 钱是永远赚不完的 可是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总是那么有限 今天下班记得早点回家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期待